一部寓意深远 发人深省的电视连续剧 正在以色列上映 这部电视剧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揭露了国际性交易的内幕 一起来看看 一艘小游艇在地中海上航行 但对这艘Blue Nutley号上的人员和乘客来说 这可不是一次愉快的旅游 却是一笔生意 这里的女人是有价值的商品 运送她们的男人是人口贩子 这是一部以色列电视台芯片中的一个场景 该据探索了色情交易世界中的黑暗和令人不安的一面 片名和这艘船一样 Blue Nutley 剧情分为两条主线 最终从事非法性交易的以色列人 和经常成为其受害者的东欧妇女 我们在电视台上看到所有的东欧妇女 我们在电视台上摆了很多故事 真实的真实的故事 我们在电视台上摆了一些真实的故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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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准备演出女主角 卖淫在以色列一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仅仅十年前 每年被贩卖运送到该国的外国妇女人数 曾经上千 不过现在已经大大降低 这一改变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立法 Blue Natalie的演员和剧组人员 大力向观众展现性交易的真面目 我们并没有做到一个玩笑的故事 或是一个娱乐的性格的故事 关于批准备的故事 这不是恨恨的故事 这不是恨恨的故事 这不是很紧张的故事 我认为这女的用这些女的服务 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女的生活 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女的战略 我认为这些女的战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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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会有两个女的战略 也会有不同的观众 看起来 到目前为止 观众对这部电视剧反映热烈 目前第二季的节目已经开始制作 并且有一家美国制作公司 想要改编本剧 本片的演员和工作人员 希望能够稍稍改变 大众对色情业的认识 这是他们努力拍摄此片 所要达到的目的 而全球人口翻阅的市场 究竟有多大呢 我们将于下个星期的 多文看世界来为您报道